心血管疾病向來都是都市人的模型殺手 巴打台現特設免費檢測心血管硬度服務 可以有助及時發現心血管異常情況 能有效避免中風及心肌梗塞等多種恐怖疾病 有興趣參與的人士可於辦公時間內 親身到巴打台地址,九龍青山道654號浪圖大廈15樓A室 或者致電查詢熱線55379521 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 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我們敏滴裏面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 阻止皮膚痕癢、皮膚過敏、主副手 對皮膚脫落及氣管過敏都有幫助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好,歡迎大家回到我們軍事導航節目 軍武器言,我們主持是Larry 我是Alex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本周最新最Hit的軍事話題 首先不得不說,有一宗消息 就是台灣海峽 剛剛8月23日,我們今天勞音是8月24日 剛剛是昨天,星期五 8月23日,台海中線 在8月23炮戰61周年 即是國共兩邊內戰之後 延續8月23炮戰 61周年後,終於在台海中線 有一輛美國軍艦穿過台灣海峽 這次穿過的是聖安東尼奧級 這叫做兩棲船奧登陸艦 既然說到船奧登陸艦 大家都知道,它不是我們平時說的兩棲攻擊艦 即是黃鋒卡,不是美女艦卡 即是上面不會見到F35 上面會見到直升機 直升機主要是海鷹,UH 會見到這些直升機 還有船奧,有整個氣展登陸艇 很有趣的,美國的氣戰登陸艇是比較小的 如果你看到俄羅斯那些 例如黑海那些 周圍那些野牛大很多 當然相對來說,那些小的好處是 可以放進去的艇 大野牛是不能放進去的 純粹是自己走的 即是基地去對面 由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 所以理論上,續航就短很多 因為大船已經去到你附近 所以只能登陸 而且小一點就快一點 登陸會快一點,裝多一點 今次安東尼奧級 這是兩棲登陸艦 再加上兩架美國潛艇 兩架美國潛艇 相信應該是維珍利亞號 維珍利亞級的潛艇 在台海中線 大概是20.5截 即是很慢 很慢很慢地走 向台海東北方向前進 大家知道這條線 不是南北那樣 大家知道這條線是斜斜地咳 斜斜地咳 是由西南界到東北的 所以它向東北方向是很正常的 當然大家想 其實它在台海中線走 中線偏左還是中線偏右呢? 我覺得它稍稍偏右 應該是稍稍偏右 因為你偏左就去大陸 應該是稍稍偏右 有朋友問 這架東西有沒有什麼防空武器? 基本防空一定有的 就是看麻將那些一定有 但是不會強 而且這架東西當然 理論上你用到它 如果戰時用到它 前面的防空問題都解決了 所以這架東西是後面出的 不是打前線的 基本上你前面的制空已經解決了 現在需要登陸的力量 就要找它 那你就會找不同的登陸 千里國旗很大張 很厲害 所以這個很明顯 大家看到它掛了這麼厲害的美國旗 就是宣揚國威 當然 第一個就是配合 川普現在在貿易戰那邊 就要加一些關稅 第二個就是 其實是不是支援香港 我也不知道 香港有關係 其實整件事可能會有關係 香港就是磨心 磨心 就是離合器和引擎中間的極力指 那兩個點 其實它就是那個點 香港就是那個點 所以很容易抓到兩邊不同的轉速 就靠這個點的引發 所以這次你看回 總之這個聖安東尼奧級這架 作戰的效能當然就不太前線了 但是它有一個象徵意義 就說美國是會看著這個台海 這個台海就不是大陸說的 還有我覺得它回應了之前 就是金燦榮 我經常叫它做金將軍 就說我們五天就可以打炒美軍 全局的海軍基地太平洋 就是太平洋的所有基地 原來我發覺我錯了 我錯了什麼呢 我以為它說五天可以搞定台灣 原來它說是幾個小時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兩個小時 然後五天搞定太平洋的海軍基地 這麼厲害 五天都可以 我打機都不行 所以我真的很厲害 金將軍 你不可以不說金將軍 他一定有些描冊 就是聖金的人想的 都是非同伴向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國際級的 是宇宙級的 即是港產還是中產 很厲害 所以這個很明顯 大家看到就是一個政治任務 就是一個外交層面 如果你說理論上打 當然不會這樣 很搞笑的 Aleks也不知道我最近有上網 我不是上其他網 我到處在一些軍事論壇 令到辣慶人 有辣有挑機 我又不小心看到 有人說 你也不知道 大陸是很厲害的 大陸的東風 你那些航母艦進來 我馬上殺光你們 你不見這些航母艦 全部飛得很遠 都不進來 東風拿 東風 然後我看到台灣網友串他 其實你是不是第一天出來翻牆 那我就串他 沒有罵戰 所以我就不故意拆掉他 翻牆犯法 對 但是翻牆犯法 可能比較好 然後我就多口說了一句 然後我就說 其實大陸 美國都經常在你門口附近 派航母艦軍演 你不知道 不是 他都知道 我放在哪裡 放在南韓軍演 放在日本軍演 其實你的東風夠射的 但問題是為什麼 別人都繼續做 因為他真的不怕你 所以有時候又不可以這樣說 東風跟東風拿都差很遠 老婆跟老婆餅都差很遠 我們第二個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在9月中旬 即是9月10日打後 9月16至21日 他們會做一個中央2019的大規模軍演 大家有印象 去年2018是否做過東方軍演 再前年是做過西方軍演 這三次我們都跟大家說過 一個西一個東 這次就是中央 中央什麼時候是南 俄羅斯的南邊應該是9家 那邊 克里米亞最南邊 克里米亞最南邊 克里米亞 他不敢在那裡做 或者他們做就真的入侵 我剛剛說回來 上次西方的人都是這樣說 這次就是俄羅斯史上參與國家最多 也不多 大概七至八個國家 這次有動員13000人 兩萬件武器 600架戰機 15架船 很少而已 我想說美國和韓國軍演 隨時都有這個規模 兩個國家都夠 不要緊 那些產油 國賣不出油就用光 當然用光 油應該不會過期 但是做得不好的 有可能有機會有影響 這次有人說 俄羅斯那邊軍事專家 就說這次是對於美國 退出中度條約的一個反規 就是告訴你我們是不怕的 塔斯審都說 這次動員 大概250架坦克車 暴戰車、裝甲運輸車 大概450架 火箭、火炮 大概200門 飛行器600架 大概戰機 還有其他船15架 其實我覺得很少 規模不是大 如果你比南海的春秋二濟 做大一點都跟它差不多 那別人那些前加盟共和國 都是內陸國家 當然沒有那麼多船 甚至連俄羅斯自己也不是多 俄羅斯現在做的船 噸位是1000 最多是4000噸 當然 還做一些聖比特大帝 聖比特大帝 我做不到 在烏克蘭之前有個笑話 就是叫烏克蘭號 烏克蘭號還是基伏號 我忘記了 最初應該是爛尾 要拆 船建了20多年都沒有 真的沒辦法 而且他們以前建的那些 有些拆了 烏克蘭號 大不當 完全是用不到的 是啊 這次演習有兩個階段 一個叫做反恐偵察防禦 一個叫做火力反攻 當然一開始 當然先來反恐偵察防禦 大家就是一些偵察兵 用不同的電戰設備 去確保地方戰量安全 然後確保安全 找到地方位置之後 就會打火力反攻 即是會打空中 打不同的情況去做 這次解放軍會不會參與 會 這次解放軍會參與 99式嗎? 應該都是派96 96A、99A 或者改 签16 签16就未必 签20也不會 签20也不會 签10 我想签10C 签10C應該會出擊 签10C也會出擊 又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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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次又可以告訴大家 這是J的 俄羅斯和中國有J在一起 又放出一個信套 美國退出了中度 俄羅斯不怕你 因為現在有盟友叫做中國 但這個盟友開始 又吃肉 可能要改革那個習慣 你知不知道 熊貓原本是吃什麼? 不知道 熊貓現在是否吃粥 現在是吃粥筍 吃粥和草 是粥筍 它是粥的生葉 筍位 只是吃那個位置 是嗎? 其實也是吃粥 撕開那個位置 粥筍 最嫩的位置 其實也是粥 你知不知道 它吃粥之前是吃什麼? 熊貓 熊貓是雜食 它吃肉 其實什麼都吃 有吃蜜糖 有吃蚊蟲 熊貓是雜食 但它吃肉 突然變成了吃粥 你有沒有覺得 某些地方都會這樣 像北極熊 北極熊本身是灰熊變出來 灰熊是雜食 但結果北極就沒有草生 吃脂肪 而且要吃脂肪 要吃肥膏 所以你想想一個地方 有肉不吃就是吃草 接下來也不知道怎樣 另外我們要說說 跟伊朗那邊 也是搞笑的 這件事真是很搞笑的 首先我們很早之前說過 有一個叫做信仰373的長城飛彈 我印象中在大概四個月前 或者五個月前 我們有說過的 那時候說過有個系統 德克蘭那時候展示過一次 這次伊朗國營電視台 告訴你 你知道他們有個總統叫魯哈尼 大家知道他們的總統都是傀儡 後面有個精神領袖 哈梅諾伊 出席了信仰373的揭幕儀式 他吹到怎樣呢 他吹到信仰373的導彈 很強烈 跟S3擺弱 那不差 因為如果你跟S3擺弱 你跟紅旗狗是沒有分別的 你跟紅旗狗 你跟中國的國防 其中一個主力就是紅旗狗 你可以跟紅旗狗撼過 真的不是差的 所以 還要搞笑 就是那個揭幕日 簡正伊朗的國防工業日 其實是有些宣示 就說我們的國防科技 現在很厲害 當然 現在其中一個是自己追的 就是因為伊朗被禁運了 所以沒有什麼國家可以賣東西給你 我想說 連中國在桌面也不能賣給你 現在北韓也不行 是要暗馬底賣 但如果你被特朗普抓到 你就糟糕了 萬萬周你 是的 那就萬萬周 就萬萬周你了 萬萬周應該可能會失敗 我猜萬萬周就是失敗了武器禁運 所以被人抓到現在 就萬萬周了 今次上auen3-1-3 看到最大為iste transfer 下路上 corpor都能排到二百公里 其實 차� цен不差 不過也不能打以色列 200公里也不能打 但是200公里可以打 要打波斯灣附近的煤漆國家 例如要打伊拉克 可以打亞曼 沙特拉伯 但也很銘 雪崽 水準就很銘 非常不少 聲限程27公里 所以是有多高 如果00星 implementation 能夠打上天27公里 算過多多 但准不准呢?不知道 这个系统有垂直发射器 是自己发明的 垂直发射器不是很难研发 但又是可靠 不要开了盖但不射 因为技术不复杂 但工艺要做得好 因为怎样射出来那一刻 你的桶不爆 是很难的 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冷发射 一个是热发射 冷发射就直接用压缩器弹出去 就像潜艇那样 接着自己点火 另一个就是在内面直接发射 但热发射就要在内面的疏导系统做得好 否则就准备爆 你觉得它似哪一只呢? 应该是冷发射 我猜而已 俄罗斯那些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不点火 就会整个弹弹掉 所以人信要锁好一点 因为真的很麻烦 另外也说了一宗趣闻 趣闻就是 有间公司叫Jetlees Jetlees这间公司 是在佛罗里达州的 中旅滩 大家知道是有钱人的地方 是私人飞机租任公司 大家知道私人飞机租任公司 通常最喜欢 将私人飞机租给你用 那些英超球星到处去打球 就是租这些 短中计的 那些球会给钱 最赶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飞机 买过这间Jetlees 试过买海鹰UH-60 试过买C-130 他专举一些退役的飞机 用来自己翻身 再租再买 是的 挺有趣的 今次最新的那部是EPSOLO 是吗? 这个是多少钱? 多少钱? EPSOLO如果是新机一出 就可能大约4-5千万 正机价不计其他配套 不的 即是后近再计 可能正机价4-5千 或者现在价格6千 V是7千左右 这架很便宜 840万美金 是AB来的 这架是过买过 这架飞机首先是什么呢? 是弱弹空军来的 是 弱弹空军应该有差不多的 可能大概1980年左右 这架是最早期的 很早期的 这架是A来的 然后去到A之后 它很惯和 它是在弱弹那边退役 但是中间做过中期加售 就是升了做弱网是CD 但是它不会直接叫CD 它不会的 它叫AM 因为中间有Mid Life AM和台湾一样 对 差不多 这架都是A的 它最广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你加了之后 它的寿命又可以加上去 加8千小时 现在整个飞行时数 大概是6千小时 即还有大概2千小时可以玩 如果还有2千小时的飞行时 一年大概飞200多小时 那你就会预大它 为我飞8至10年可以玩 其实挺值得的 即你可以玩到8至10年 现在问题就是 究竟谁能买得呢? 谁能买得的原因 就是有两个 我们要看它的情况 要问美国 国防部 这个能买不买得 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把武器拆掉它 把敏感的东西拆掉它 例如雷达 那些都拆掉它 那些都拆掉它 我想有些要拆掉 即是有些 火控东西全部都拆掉 要拆掉 但可能你基本的航空那种 航空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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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航空那种 应该可以留下 那就是只有飞的功能 其他无杀 以前呢 微软的老门 有一架游艇很串 还有他没有一个飞机公司 很厉害 他以前是买过一架 米格29 是不是那种被拆掉 拆掉之后 拆掉之后 被人看到的 香港也曾经转口 米格29 我不肯定那架 不肯定 但是香港转口 不是米格21 是的 只有银子 不是米格29 不是米格29 我忘记了 好像米格29 但就不是米格 因为未必经香港 不知道 不肯定 因为香港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很集运的地方 所以 Paul Allen 有一架米格29 就是全部拆掉 另外 有些军机 就会买回来 给不同国家用 我想美国 不是常常会入米格29 来用的 做一些对抗 对抗 就是有这些东西 会处理 所以 他们要遵守 这个国际武器贸易条例 意思是 如果禁运了 去伊朗 有人给买F14 那些东西 你就不可以偷鸡 然后卖给伊朗 是呀 买一副引擎 你也不行 买个pass也不行 所以他们严格遵守 当然 大家知道 鬼佬一合义精神理论上也会遵守 所以 今次850万美金 究竟 这个空机 真的什么都没有 如果另外要加什么 要加一些新东西 全部要另外计算 所以我猜 他应该买回 给一些 是否训练的系统 公司会多些 应该平民也很问 平民应该不买 应该问 要走到中国 走到中国就麻烦了 这件事 好 这件事 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土服用 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 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 我们肝补的主要功能是 修复肝细胞 清肝排毒 保护肝脏健康 改善睡眠 强化肝胆 和减淡食斑 产品查询热线 55379521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机 地中海的烦恼 找到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 要击活无狼 控油去尸 固法 欲法 防脱法 我们推荐韩国JW洗户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